另一方面赶紧来看到财政部今天公布 今年5月出口比去年同月减少了3.8% 已经连续4月衰退 晚间财经首长三巨头和立院财委会参许 被问到这件事呢 财长张慎和长调 主要是电子产品衰退很多 尤其是宏达电猜测不如预期就是警讯 希望电子产品能提高竞争力 另外金管会的主委曾明宗哲表示说 总金面的确会影响投资人信心 但下半年的景气还要再观察 高唱感恩的心财长张慎和用歌曲表达 对房地合一税过关的喜悦 江慧表哥金管会主委曾明宗不甘失落 找来台影董事长李济珠彪哥 8号晚间立院财委会参议 财经首长三巨头公股行库 董座全到齐气氛欢愉 但是财政部最新公布 5月出口256.3亿美元 年减3.8%已经连4个月衰退 那个是警讯 警讯这么说 因为你看红达电 它就财测就降低嘛 有没有 所以这个可能 电子产品要 要有电子产业那边 竞争力要再提升了 财长张慎和不会言 手机和通讯产业衰退严重 就是警讯 尽管会主委对于下半年警计 也保守看待 总体面会影响上市上贵的营运的表现 所以总体面是衰退 那到时候还要进步观察 官员表示 虽然和前三个月相比 衰退幅度相对缩小 但全球警器复苏人缓 要找回警器真正的春天 台湾各大产业仍得再加把劲 欢迎新闻陈定人刘亦如台北报道